许晴今年虽然已经49岁,看起来仍然是风姿卓越,风情万重。 据了解高小松、冯小刚、郭德刚等一些明星大腕儿,都将许晴视为自己的梦中情人。 许晴不仅人常的有气质,而且他的演员功底也非常的深厚。 据了解,许晴的父亲曾经是贺龙元帅身边的警卫员,他的家庭出身也非常的显赫。 1988年许晴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表演,后来许晴在1990年随着陈凯德拍摄了《边走边唱》, 1994年拍摄的《东边日出西边语》,2001年跟随张继中剧组拍摄了《笑傲江湖》出演《多情多义》的任凝凝。 在2009年史诗班剧作《建国大业》中,他饰演宋庆灵,并凭借此剧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。 不仅如此,他还在2012年收到好莱坞剧组的邀请拍摄了《还情使者》。 在2016年贺岁党,《老炮儿》当中也凭借自己精湛的演技,获得了百花奖的最佳的女主角奖。 许晴如此显赫的家庭,再加上自己本身就非常漂亮,在娱乐圈里面到处都是他的追随者,但是他的感情却颇为坎坷。 在1998年和富豪刘伯认识,自两个人恋爱没多久之后就分手,后来有传言称刘伯留给了许晴很大一部分财产, 但是在2015年虚情对此谣言进行了澄清,虽然许晴已经49岁,和杨阳合影当中,简直就像一对情肉初开的情侣。 而佟大为的合影,他两眼放电一般直勾勾地看,这佟大为,让佟大为都满脸通红。 有人说,在中国,想要和许晴见一面的人多了去了,就曾经有一富豪,当时花费了五百万,送给了许晴一辆超跑车,他就是为了见许晴一面。 不仅如此,更有人传言,很多富豪为了许晴,甘愿离婚,而且都是排着对地等着呢。 要说漂亮的女人多的是,更何况是娱乐圈,但是能够像许晴这样, 49岁仍然保持着如此高的知名度实在难得,堪称当代的陈远远。